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機會可以去做一些改變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像你現在做 你現在做民間差多大 一家出頭 你會想說你要再擴大嗎 我比別人有優勢的地方是 我在自產自銷這一塊 這一塊加起來這樣毛利是高的 就變成我不應該再去追逐 產量多到多少 而是在於說 把我的市場再透過口碑再做高 我一年大概都有兩層新的客人 所以我的做法是 要怎麼繼續讓這兩層新的客人留下來 就是以七二法則來說 你一年提升10% 七一年多你就提升一倍的市場量 以我的做法我會是 讓他一直溫和再成長就好 我們必須要顧及的不是只有說 我們能生產多少 我們的品質能夠一直穩定的維持在這條線上 然後把收入服務做好 這樣子他就一直不斷的再增加了 農業很多彈性嘛 他也可以在勞動這塊 所以會有很多像是說 代耕業者 然後包含噴藥 紙寶機這一塊 對 他只要你找到一個 可以一直不斷的有工作去做 其實他就是一個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業 所以我就覺得農業因為他的彈性很大 範圍很廣 只要每個人在裡面竄出幾條路 其實都是可以 不斷的提升 然後去做一輩子的事業 江紅的話一直強調 農業是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業 而且農業因為範圍很廣 那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分工跟類型 所以不一定的話 你就只能專做一個生產者 有許你在生產者的階段 你可能就有某些的經驗 然後透過這些經驗的話 你又可以什麼 你又可以開闢出第二條路 所以農業的可愛也在這邊 吸引人也是在這裡 是 所以我在想要請到這裡 就是說 你回到這裡10年做農業 你有沒有碰到過挫折 我覺得像我是 回來從什麼都不會開始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挫折 所以我覺得農業的業主 不管是他的規模多大 其實每天都是在挫折中經過 為什麼 這樣講植物是跟著氣候在走 然後還有周遭環境 什麼這些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只是盡量把我們的變數 一直縮小收斂 自己可以掌控 對對對 但是我們也一直不斷的在 增加我們的知識 所以說以農業業者來說 他其實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觀察 因為他能夠越早發現 問題可能要出現 我們就能夠趕快去處理 在越早時間處理就越簡單 等到已經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很難去處理 甚至就是必須要放棄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我自己的一個 對自己勉勵的話 就是我是英文直接翻譯過 就是說 曾經試過 曾經失敗過沒關係 就再試一次 然後再失敗一次 但是我這一次要失敗的更好 其實農業很多都這樣 我們其實一直不斷的 農業沒有百分之百完美這樣 但是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在成長 基本上要能夠維持 就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應該各行各業都一樣 就是創業來說 它本來就是在挫折中一直不斷的爬起來 再往前走 對 所以你對這種農村生活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要不要跟年輕朋友 要不要交換一下 回來之後才發現 不是像網路上講的說 政府都沒有在照顧農民 其實我們從不管設施 或者是所有東西 其實上面都有印有噴漆 什麼補助 其實以農業來說它最好 最吸引我回來從事農業 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第一個敲門磚 要越過第一個門檻 就是資本投入的時候 其實政府幫了非常大的力量 然後還有很多低利貸款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好的創業的環境 但是就是說一個決定 一個對人生轉彎的一個決定 當然不能夠只看一個地方 一定要綜合很多 事實上也不是那麼容易 對對對 就是包含說 你自己本身的特質 你要必須要對自己了解 然後你必須要能夠想像說 可能有幾年進入到創業的最初期 是真的很辛苦的 還是有很多關的考驗 但是不管怎樣就是雲林 以目前來說當然是 青農要投入農業這一塊 政府已經幫忙 把前面很多困難 很多障礙很多石頭 對其實我會覺得已經 已經都相對其他行業來說 已經輕鬆很多 所以在前期的創業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更專注在技術上 散銷通路的打開這邊 非常謝謝佳鴻 尤其是佳鴻有提到 現在農業的政策 比如說的是職業災害 我們農保也有 農保的福利 因為農保的保費提高 所以農保的福利也增加 老農的津貼法律上也有保障 四年或者包括物價上漲 都必須調整 所以法律上也都把我們補償好 再來包括就是職業災害 過去都沒有的 所以也有職業災害 所以這個要感謝陳吉仲主委 再來就是 也是陳吉仲主委的話 制定這樣一個好的政策 政府跟你一起儲蓄 所以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儲蓄就好像是 勞保的自己提撥 退休金 放在那個口座裡面 所以政府跟你一起儲蓄 現在是陳吉仲在做主業的時候 把這個好的制度就建立下來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很謝謝 很謝謝佳豪接受我們的訪問 把他的經驗跟心得的話 一起跟大家說